大家好 欢迎收看今天的亚太联播节目 我是何平 广西青州尖山镇的2000余名村民因不满市政府请吞2亿元卖地款 星期二游行到政府大楼外请愿时与防暴公安发生冲突 下面请看本台特约记者乔龙的采访报道 村民沿途高喊 反贪污 反强侦土地等口号 大批公安在场戒备 期间双方发生肢体冲突 30名村民受伤 本台支店市政府值班室了解情况 我想问一下 昨天是不是有那村民到市政府来请愿了 最后跟公安发生冲突啊 这个是新法局啊 解法的 具体情况的话要跟新法局这边联续 正在处理吗 现在还在做工作 记者支店尖山镇党真办公室询问冲突事件 接听电话的职员说 这个全市情况我也不懂 因为我们也没有没有参与这个事情的调解 这个事情之前我们政府已经处理过的 已经知道这个事情的 不是现在一出即发的 村民在网上发出的贴子写道 瓦金村农场的几千亩土地两年前被清州市政府征收建马来西亚投资的工业园 但有近两千亩土地是尖山镇各个村委搭队所有 而是政府却没有把所卖土地所得到的钱还给他们 由此引起当地民众的极大不满 北京市各小学将正式开始入学登记 据了解 对父母中有一方持非本地户籍的学童 学校拘收现象普遍 舆论批评地方政府有为公平教育的原则 并且没有法律依据 下面请看本台记者乔龙的另一则报道 展住大兴区的刘先生告诉本台 他在社区门口看到张贴的大兴区第十小学招生广告 提示不接受非北京户籍的儿童入学 刘先生说 该校除了规定学生和家长都是北京户籍 而且还要求居住在附近 让人觉得太不合理 怀疑拒绝外来人员 以加强十八大的控制有关 在新浪微博 星期二有网民炮轰地方政府歧视性的教育政策 将学生收教育的权力分成三六九等 也有网民批评地方保护主义扼杀了父母在异地工作子女的应有权利 8964 23周年级 香港烛光纪念晚会参与人数创纪念性高 大批大陆人士专程来港参与悼念活动 下面是本台特约记者新宇的采访报道 据香港明报报道 30多名原本不相识乘坐同一班机来港的大陆自由行旅客 因64而聚在一起 他们穿上同一款式的平反64T恤 默默坐在台前渴望了解真相 然后回乡告诉同胞 希望可以一传十十传百 一位专程由北京到香港参加晚会的李先生表示 有的在香港这么一个非常自由的警察下 公开的方面就证明他们没有忘记 他们的那个大陆同胞当年所受的苦难 在大陆所有的公开活动都没有办法正常的进行 一旦有人在网上进行这方面的策划 都会遭到大陆有关部门的骚扰 甚至是一些非常可怕的干预 比如说受到他们的威胁 甚至被失踪或者直接就监禁 香港《苹果日报》的社评表示 今年64不仅在提醒忘记暴政 暴政必定重来 也对抗北京 刻意要大家集体一放的64 最重要的是今年64要接上中断已久的启蒙自由主义 让自由民主人权多元开放法治深入人心 中国才会变成一个合理的国家 以上就是今天的亚太联播节目 我是何平 谢谢各位收看 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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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